大家好 我们是第三组 那我们今天要做的主题是TCFD实体风险 然后我们要制造出一个气候风险计算机 好 那为什么要制造这个气候风险计算机呢 好 因为我们今天有听到老师的分享TCFD 现在其实让我们可以看见跟财务有相关的 可能会影响的层面 但是我们不知道要怎么把这个会影响的层面 跟会影响的这些事件把它变成财务化的资料 可能说 假设今天淹水的话 这个工厂的这个场序会无法运作 那这些是影响到多少的经济层面价值 跟我两天不能营运 那我带给企业 我这个企业会有多少影响 好 那我们提供解决方法呢 就是建立一个简单的平台 然后让这些企业可以自己上传他们的资料 那上传好他们的资料 就可以由我们算出 它这这样的底线代的数据来说 他们会有多少的财务在这之中 对好那企业使用这个系统有什么好处呢 就他们自我揭露就可以符合政府 现在对于可能永续发展相关的要求 然后也增加这个企业的竞争力 好 谢谢谢谢我们这个组员贝杰 然后就是他刚才谈论到就是说 现在其实我们根据我们小团店部讨论 以及也跟我们的助教讨论了一下 现在这些企业其实他们在做这个TCFD 然后这个TCFD这一块他们主要命令的就是说 我们把这个实力风险 这些盐水或者是缺水之类的这样 这样的一个风险 然后去做一个财务数据化的一个动作 那因为后面的这一个即将上线的这个 ifers s1 s2 最后也会有这样的一个财务影响 要做跟气候风险去做连接的这样的一个料程 那所以我们才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 好 那现在我们其实主要目的是去打建一个 公开化的一个平台 那这个平台其实刚刚讨论到就是说 现在比较大的困难就是说 我们其实是有点缺乏这个实体风险 像淹水 垂水情境是 它怎么样去映射到这个财务数据的一个方法学 那大家可以看到左上角 我们有一个就是合作模样 因为我们就是我们单单个体肯定是没有就是团队一起来 去 去发展速度来的有效率嘛 然后来的完整 那我们有想到几个像学术研究单位 他可能可以提供一些他们学术上面的一些 因赛跟研究的一些最新的资讯 然后产业产业工会可以提供给我们 假如说制造业或者是我们的戏份产业的一些产品 他在制成的一些转换终极的一些数据 跟他们的想法 那私部门的话 我举例来讲的话 就像是说我们刚刚前面有提到不动产 那不动产 再遭受到实体风险的情况下面 不动产其实一般来讲 我们过去都是有一个所谓的不动产物价式 结会 然后他们有一个标准的这样一个科学方法认 然后去对我们的这个不动产去做那个估价 那我们也可以请求他们这个协助 然后来去看 探讨说 呃这个风险前后 他的这个估价是差多少 会有多少的一个财务影响 那这我们其实在这过程中 会扮演一个蛮重要的一个部分 那需要去提供一个 呃呃这个各个合作伙伴 他们交流的一个平台 然后像是可以发起一些论坛等等 那当然就是说我们最后这个方法学 比较明确确认之后 那也是需要交流政府部分去做一个审核 然后来发布一个比较统一的一个标准 那在这个标准建立完成之后 后续当然自然会有就是说政府 需要去那一些 啊像我们的这些中小企业 然后大企业做一个教育训练的一个职责 嗯 那我们具体这个行动方案其实就是 前面有提到说建立一个计算气候实力风险影响的 财务影响的一个平台 那它是我们这个平台是提供根据这个通责然后去做一个估算 那它其实是没有到说客制化 到每一家企业这么准确的一个数字出来 那我们资料来源 我们先从资料来源来讲 因为这个平台需要去做计算 那它肯定是有这个资料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来源首先是需要有一些可信的这个资料库 那资料品质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你的资料品质不够好的话 那就是有的话叫做GovG in,GovG out 那你算出来这些数据其实是不能用的 然后这个资料品质也很重要 就是说在未来我们去发布 在年报上面去发布这些相关的资讯的时候 后续这些审计单位会进来做一些审查 那如果你的资料品质不价的话 其实是会有这个不忠实表达的一个潜在风险 那我们可以用到一项是现在PCR 然后GIS地理资讯系统然后PCIP等这些 这些公开资讯的资料库 然后来去抓取这些资料 来源来进行计算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除了公开资料之外 我们的企业还是要去输入一些公司的数据 例如说我们这个企业它可能发现说 它底下有十几个不动产 那我们其实是需要去抓取这个不动产的 这些地理位置的一个资讯它的轻微度 那因为要去结构我们去的GIS地理资讯系统 来去算出它潜在的稀有风险跟这个程度 那我们可能还会需要 就是说一些应对措施和最热耗费的成分 像假如说我们预期到这个烟水的风险 那其实可能就要去采购一些 就是包容的一些设备这样子 然后第三点的话就是我们其实最终 只要去解决这个实体风险 很难财务化这个问题 那我们最后是希望发展注意到同一个财务计算方法 然后我们可以根据这个不同产业 不同产品特性去制造 相对应的这个方法 然后以及我们最终可以教导企业去做计算 这样子 那最后一页的话其实就是简单取决制造业 某一家公司它可能会面临到的 面临到的这两个类别 那受刑体风险影响的这个类别 那像是不动产 那不动产的话 它在公司来讲它的财务表上面来讲是资产 那我们要怎么样去评估一个这个实体风险 对这个资产造成的这个减值影响呢 就是我们可能公司第一步 它要先去做这个风险评估 大家去识别说是这家公司 这个不动产它所可能面临到的这个实体风险 它是眼所或缺水等等 然后它可能也是一样去识别说 它可能会有哪些项目去受到这些影响 那到这一块的话就是进到我们这个 前面所说要建制的这个估算平台 那需要去输入它不动产 它各个不动产的地理资讯经纬度 然后去我们会去连接它的这个GIS系统 然后DCCIP等资料库 然后根据我们前面刚刚有提到就是说 我们跟合作过班一起共同发展出来这个计算方法学 然后来去帮它估算出一个就是说 它某某某实体风险 然后针对它不动产A 那它会造成多少的这样的一个财务影响 那资产就简直估计会是多少 然后来后续他们有这个数据之后 他们就可以回去会计部或财务去做相关的这一个揭楼 那生产线来讲的话前面是也是类似的 那不同的说说它就输入这个赏黄的资讯 那这一块我这边可能往细的有说的话 它可能会顾出说 假如说受影响的是三角生产线 那这三角生产线它们各自之前的这个数据来看的话 它的产能是多少 那等于是说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实体风险状况下 它可能会遇到这个产能停止的一个情况 那这个产能 假如说这三条生产线可能每一条生产线是生产 一万件商品 那可以带来的这个财务是多少 那其实它是很好的去估算出说这个实体风险 然后对于这个生产线 这三条生产线来讲它所造成的这些财务影响是多少 对那我们这个平台它是一个公开的平台 那我们它是用所谓的这个SARS SARS服务也就是短期服务的一个资讯 那我们是可以保证是说就是公司上传它的资料 然后我们这个平台是不会去做 除了计算过程中之外 我们平台不会去做资料的储存 那公司也就不需要去担忧它的这个资料泄露的一个问题 它不想要公开资料的一个问题 然后这就是我们第三组的报告